第1428集 一些老古董到了极限无法再提升了 力量掌控度越来越高 这样下去一些顶级圣人 也许也有希望在这个时候具备天王战力 道路的长短只能算是一种境界 而爆发力的大小才是战力 具不具备当前阶段的战力因人而异 一些刚正到地级的强者 还未必有近地强者强大 三人没在原地停留 顿入了虚空 张涛开始为方平讲解灵皇道场的情况 方平听了一阵 奇怪道 你拿了灵皇的好处 不错 你本元世界扩大了很多 不错 方平一脸疑惑再次看向他 你本元世界扩大到了多少 我是说直径大小 老张拿了灵皇的好处 本元世界都没扩大到百米以上吗 百多米吧 不过被我压缩了 怎么了 压缩 方平微微醋眉 为什么压缩 老张理所当然 本元世界要那么大做什么 大的本元世界消耗本元气太多 你知不知道 百米直径的本元世界 每天消耗的本元气 比我们诞生的都多 非但如此 本元世界太大 其实也容易出问题 不够稳固 压缩的话 会更稳固一些 方平意外地看着他 再看看镇天王 半上开口道 所以其实 是有人本元世界 达到了百米以上的 但是都被他们自己压缩了 应该是吧 老张回答得毫无诚意 镇天王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不错 一般情况下 都会选择压缩 第一是本元气供应不足 第二是太大的话 容易裂开 方平再次皱眉 看向老张道 你本元世界 扩大到了百米以上 没别的变化 什么变化 老张有些不太明白 还能有什么变化 方平陷入了沉思 不对呀 本元世界 扩大到了百米的时候 自己明明把大道覆盖住了 老张为何没有 要是有 老张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百米很难 可一些老古董未必没这个机会的 他们很多年没有进步 巩固他们的本元世界 难道就没希望了 可为何好像没人走出这种皱依的道路 是我特说 也不对呀 苍猫也走了这条道 那是因为什么 老张为何没这种变化 方平明思苦想 自己和苍猫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吗 苍猫倒是有些特殊 他根本没开辟大道 可自己开辟了呀 那又为何会产生不一样的情况 要说特殊 大概是我的本元世界有一些本元土 苍猫也有 不过本元土 一些强者其实也有 难道说有本元土的 没有开辟出百米世界 而没有本元土的开辟出了也没效果 于是造成了现在这幅局面 方平心中猜测了一下 本元土有人有 但是不多 这种东西算是鸡肋 但是又很难得 要知道 就连昆王也就存了那么一点 神教可以说是搜刮了三界 才有这么一点本元土 一些强者是有的 但是极少极少 而这极少的一部分人 恐怕也没机会将本元世界 开辟到百米以上 方平是因为圣人令 老张是因为灵皇的帮助 藏猫是因为几万年的积累 这么说来 老张没成功 也许是因为缺少了本元土 方平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此刻 他觉得自己和老张的不同之处 也就只有本元土了 他在想事情 张涛则是懒得管他 很快道 这次我们在这儿 还有几个目的 第一 拿到九皇印 第二 收集那些圣人令 天王印 另外 斩杀一部分 极为敌视人类的强者 第三 看看能不能再拉拢一批人 和人类结盟 第四 说到这点 张涛沉声道 看看能不能复苏一位天王 什么 方平意外 张涛解释道 这灵皇道场深处 有个空间战场 显然 这是强者陨落后留下的 到现在都没复苏 而且能承受多位天王强者的战斗 恐怕也是一位天王强者 按照之前的经验 我们也许需要找到这处空间战场的核心所在 也就是真正的本元世界所在 可能会复活这位强者 一位天王 若是我们占据先机主动复活对方 是敌人 可以直接斩杀 去朋友 可以选择合作 方平不由看向镇天王 前辈 这边的强者是谁 天王强者是有数的 上古时期死去的天王那会是谁 镇天王不会不知道吧 这边有空间战场 而且很强大 显然当年死去的人 不会太弱 之前红羽所在的那个空间战场 也很强大 但是好像还无法承受天王级的战斗 这代表也许连红羽都不如对方 这样的天王别不是破八字强者吧 镇天王摇头道 人都死了 人都死了 本源又没找到 空间战场又是沉寂无比 老夫也很难判断是谁 除非找到了核心本源 老夫也许可以认出是谁 那上古时期的强者前辈多少应该知道一些吧 就没一点猜测 之前我以为是风 镇天王随意道 我还想着谁的本源这么强 风倒是有可能 可后来想想也不太对 风这家伙好像早就跑了 难道被误杀了 现在风都出现了 那自然不是风了 想到这儿镇天王又道 有本源世界 有空间战场 这应该不是初五强者 是三界的强者 在这空间战场的主人 十有八九是破七十例 破八 破八没那么容易被杀的 破七十例的天王 镇天王好像在回忆 斟酌道 当年有破七十例的人 其实不多 三十破七 前王当年好像都差了一些 急到一脉 好像也就风破七了 九皇门下 镇天王沉吟 九皇门下的强者有不少 天王及时里都有一些 可要说破七 好像还真没有 不排除有人暗中突破 不过概率不大 因为没这个必要 想到这儿 镇天王之前还没多想 此刻忍不住到 不会是掌兵史那家伙吧 三史当中掌印史恐怕已经彻底陨落了 镇海史还活着 现在还在活跃 当年三史当中最强的掌兵史 不会是他吧 老张一脸异样道 你不是掌兵史他徒弟李悦吗 你不知道你师父什么情况 滚 镇天王骂了一句 你才是李悦 你全家都是李悦 李悦有我强吗 当年李悦也只是圣人实力 哪来的天王战力 掌兵史 方平懒得管这俩老家伙的对骂 就没道 掌兵史当年对人类是什么态度 不会一复活也要杀人类吧 那家伙 镇天王和掌兵史还是很熟悉的 斟酌道 这家伙其实很早之前就退出了天界的核心子 当初天庭设立巴王 他就算隐居了 后来的一些事他都没参与 天界之战爆发 当时老夫也没看到他 但是当日不少人陨落 天崩地裂 也没注意到有没有他参与 是否陨落 那时候情况太混乱 他还真没看到对方 不过猜测他可能死了 因为掌兵史比较传统 和那种忠君爱国的将领有些相似 虽说天庭削他兵权 可关键时刻 天庭有难 那家伙参与的可能性很大 如此一来 他战死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镇天王再次道 不管是不是 找到了本源核心就知道了 是掌兵史的话 老夫应该可以认出来 他和老夫交情还不错 未必不会成为人类的助理 镇天王若是和他关系不好 都不会冒充他徒弟了 关系还是不错的 方平点点头 这么说来 这里的攻坚战场 是掌兵史的概率很大 破其实例 当年其实没多少人 破八的话 本源到一席更少 更多的还是初武者 而初武者 死了一般也不会有空间战场留下 这代表 这地方是破七天王的概率更大一些 张涛接话道 复活天王 这点恐怕其他人也在想 不过这些人 现在主要还是夺取九皇印 所以九皇印这边 我们可以先放放 另外就是红宇 红宇这边 若是他真的是帝皇分身 这家伙秘密就大了 帝皇分身当年能欺骗三界三千年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红宇也许真的追到帝皇的下落 若是帝皇死了 那当然没话说 若是没死 红宇很可能追到帝皇的沉眠之地 现在不少人都在打皇者的主意 皇者不在天坟中吗 张涛怂怂肩 别问我 我不知道 他看向镇天王 这事这老家伙也许知道 镇天王不动声色 九皇四帝 也许有部分人的残骸在天坟 可不代表都在 当年的战场其实不是一处 而是多处 天坟 只能说是大战的核心地带 而不是全部战场 方平刚想继续说话 镇天王白说 别问了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到时候自然会知道 天坟那边现在天狗他们去了 恐怕接下来也会打乱 天坟那边有敌人 有 当然 是不是敌人不好说 有强者是必然的 镇天王沉默了一阵补充道 当年参战的人很多 别的不说 出武一脉这边 参战的强者就有不少 这些人很强大 他们其实比本元道武者 生命力更顽强 本元道的武者可以复生 他们也可以 一些出武者 比如肉身成道的武者 他们但凡有一些血液 骨骼流下 都有可能复苏 一些精神力正道的强者 一缕精神力残留 也有可能复苏 出武者修自身 他们各有特殊之处 生命力若是不顽强 如何和本元道的强者争锋 天狗当年死在了天坟 可能就是一些复苏的人 出手导致的 他们为什么要杀天狗 镇天王无语了 没好气到 废话 苍茅天狗是一伙的 有传言 苍茅死大道崩 这大道说的就是本元大道 当年猫宫那家伙 就是因为和出武一脉的强者 交战这才云落 出武一脉因为大道之争败露 让本元道崛起 一直不太甘心 一些人便将主意 打到了苍茅身上 天狗和苍茅一伙的 不杀天狗杀谁 天狗当初已经破八 这样的强者不死 如何对付苍茅 方平了然 最终再次问了一个问题 苍茅死了 大道真的会崩 谁知道呢 他不是没死吗 要不你干掉他试试 也许就崩了呢 当年天界时期 苍茅被人袭杀 受伤极重 大道差点崩断 也是那一次 天界珠强大道轰鸣 造成的影响极大 所以才有了后来 猫宫那家伙死亡 苍茅依旧有人 互道的原因 为什么是苍茅 那我怎么知道 镇天王就怕和这些人 打交道 问题特多 此刻不耐烦道 可能和本元宇宙有关 苍茅和天狗的来历 也许也和这方 沉寂的世界有关 猫宫的那位 也许知道一些 九皇四帝也许也知道一些 初五者领袖 也知道不少 不过老夫当年只是游侠 懂不懂什么叫游侠 按照当年说法 那就是散修 哪知道这些东西 你师父没告诉你 此话一出 镇天王陡然回头 看向方平 方平不动声色道 你师父不是说 您老已经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吗 您老的师父 是初五一脉的领袖吧 老张诡异地看着方平 行啊 这小子知道的东西 还真不少 连历老鬼都被刺激到了 历老鬼还有个师父 这个他都不知道 镇天王宁眉 扮上轻横道 不该问的别问 哼 不该说的别说 有些事你们知道个屁 是 老子是有师父 的确是初五者 也是初五一脉的一脉领袖 不过初五也是百强争霸的状态 这么说吧 当时武道岗县 无数天骄人节出现 一人就是一脉 初五一脉 说是万道争霸也不为国 包括后来的本元道 也是初五一脉 九皇四弟都经历过初五时代 他们也算是初五传人 道就是从初五传下来的 我们这些人 谁还没个初五者老师啊 镇天王略显赶伤道 那个时代不单单是我 九皇难道是自学成才 也不是的 他们也有师父 也有前辈教导 而这些前辈是谁 初五者 在那个时代 九皇四弟算是后起之秀 当然 需要人教导 这些人也有初五传承的 就如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也是古五和新五的交替点 新五开辟 不代表五道就是凭空而来 方平 李老头这些人 也都有五道传承的 您师父死了 应该是吧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死了也很正常 当年情况混乱 谁知道谁活着谁死了 不说这些了 小子 现在你准备先干什么 抢劫 两人看着他 一脸一样 抢圣人 抢圣人令 方平理所当然 圣人令可是好东西 趁着其他人抢九皇印 我们先抢圣人令 说吧 方平笑呵呵道 比如平欲天帝 邪教三大护教 这都是可以抢的吗 平欲天帝可没死 作为四范天之主的他 实力已经达到了圣人级 贾天坟这边 死到现在 也就死了一位圣人 罗浮山的清京帝尊 方平还是相当比喻 这些天王的 怎么办事了 十多位天王强者在这 打到现在才死了一位圣人 真够丢人的 换我在这 早就天翻地覆了 不杀几十个圣人 几位天王 这叫搞事情吗 张涛瞥了他一眼 很快道 好 那就先抢圣人令 真天王心累 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希望不会惹出麻烦 那些天王也不是白痴 方平真要不断袭杀圣人 这些人 绝不会坐视不理的